主席 政府院长 吴院长 各位行政团队 各位同仁 今天我所要报告各位减轻负担 青年安心就学 开心就业 为了使经济弱势家庭的学子们能够顺利的就学 更要让靠贷款完成学悦的青年们能够安心的就业 马总统在日前宣布青年安心就学方案从明年2月起开始实施 除了延长还款期限降低申请还缴的门槛之外 更增加了弱势学生生活会贷款额度 现在我们贷款一学期的学生还款期限为一年 可以申请延长1.5倍 那么现在如果实施之后呢 那么针对低收入付及中低收入付的学子可申请延长至2倍 那么也就是说每个月的还款额度呢将会降低了一半 那么第二项利多是放宽申请还缴的门槛 现行每个月收入不到2万5 或者是低收入付者可申请还缴 那么政府考量年轻学子刚刚投入职场经济状况上不稳定 所以呢未来月收入不到3万元 或者是低收入付中低收入付皆可申请还款 那么第三项呢是提高低收入付及中低收入付生活会的贷款的额度 现在呢这个生活会的贷款呢是6000块钱 未来将放宽低收入付每个月可贷款 生活会8000 中低收入付呢可贷款4000 那么除了这之外呢 这个贷款的利息也有2008年的3.64% 下降到目前的1.83% 为了加强弱税学生的照顾 行政院呢101年的预算编列333.47亿来办理各项助学的措施 目的就是不要让学生因为家庭经济的因素而丧失就学的机会 本期在此非常感谢我们马总统的德政 更肯定吴院长所带领的团队 能够将这几年的经济成长分享照顾弱势的族群及学生 本期也要在此赋予所有的青年朋友们 让我们团结一致 我们奋发向上 作为国家的栋梁 我们继续来支持政府 让各位可以安心的就学 大家一起安心的就业 我们下期待 好